大家好,这里是Harry的Homeschool 今天教大家使用Inventor 3D设计软件 以及3D打印机制作自己的画展 首先打开Inventor,新建零件 由于3D模型都是二维图片的叠加 所以创建二维草图 今天做的是一个六边形画屏 所以选择多边形工具 并选择边数为6 点击平原中心点并拖建六边形 使用尺寸工具 放缩六边形大小 这里设置为4厘米 退出草图 软件会将二维平面自动保存为草图1 新建第二个平面与草图1间距为4厘米 重复草图1的工作 注意六边形旋转一定的角度 继续进行草图3和草图4 参数可以任意修改 新建三位草图 使用样条曲线工具 连接四个G以上六边形的顶点 对于每个顶点重复这样的步骤 使用方面工具 选择创建的四个六边形 点击轨套并选择六条样条曲线 点击确认 我们就得到一个花瓶的雏形 注意花瓶的参数可以任意修改 如六边形边场 点点间距 边角直径 直至符合个人的审美 为了防止花瓶的边角过于尖锐 可以使用边角工具 并选择六条瑞角边 点击确认即可完成花瓶创建 导出STL格式文件 点击左上角文件选项 导出CAD格式 保存类型中选择STL并导出 如发现导出后精度不足 可以在导出选项中选择分辨率为高 为了将3D文件转化成打印机能理解的 电击一动速度与方向文件 推荐一款耗用的接片软件 Processlicer 使用Processlicer打开STL文件 使用旋转工具将花瓶底部旋转至底部平台 打印设置中勾选追之外格中的 螺旋花瓶模式进行切片 可以适当降低打印质量 也减少打印时间 导出机扣的文件 并拷备到内存卡中 以供打印机使用 下面请看打印的快方过程 感谢观看